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丁家商 大家好 Ben 欢迎你 是的 我想我们的名字大家知道很久 但正式坐下来聊天是第一次 合作也是第一次 其实很久了 第四线的时候我认识你 你忘记了 糟了 糟了 我很怕有很多人 因为我记性不好 很多人就说我见过你 我认识你 街上遇到人我都很害怕 太多了 认识太多人 未必那么容易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以气会友》 但为什么会请我和大家聊聊天 因为最近经常见到你 不是看电视的 我隔不中都拍教育电视的 不是那些 我要再备教育 我是在看你的照片 因为我帮劇协去香港舞台剧奖 去今年二十周年 出了一本书 《剧谈点像录》 《剧谈点像录》 我经常见到你 因为有很多你做司业 是的 早年 尤其是特别 现在的舞台剧奖班 奖礼和电台一起合作 可以在正式场地 我记得 我们在首届在酒楼 坐过一尺高的台 但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你看这些照片有没有感染到你 很好 是的 又抽一下奖 大家上来笑一下大家 因为我见到现在大会堂的规模 那种模式 我没有想到 原来那时看了一些照片 我那时还猛问他们 不是这些照片 是那些 我猛问 他们说是呀 全部给你了 我说不是 我以为是大会堂 怎料他们说 那时是这样 是的 是呀 是呀 早期是这样的 聚餐大家搭钱 我以为他们给了聚餐的照片 我不是给班奖的照片 很好笑 又二十年 是的 二十年 第一届 第一届 麦秋麦sir寫的那个 那个是东城酒楼 他说第一届 是的 东城酒楼 是的 很好 我见到第三届 周润发 有的 很多时候不同的年代 尤其是近年更加 有很多不同界别的艺员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比较 灰一点点看 因为没有这些艺员 来出席做班奖嘉宾 那个报道少了 真的 为何我们画剧圈 文化圈到现在 还不能够成为一个 焦点 或者很多人关注 我记得张炳权 很久以前已经提议了 那些晚晚 新闻完了 还可以有时 讲一些花水 体育消息 为何不可以 在新闻里 撥三分钟出来 今天文化活动的消息 到现在仍然没有 有些所谓文化推介的节目 星期日上有八点 大家都微起身的时间 真可惜 都是革命心 还要努力 最努力 你在画剧圈里 20年前已经在做私益 你一定早过那时开始革命 当然 你何时开始 我读书开始 真的读书开始 甚至可以说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幼稚园都已经是 但我那个年代就不是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还不是叫做剧社 是中文学会里面的一个兴趣小组 不可能自己成立一个剧社 当然我的学校比较小 但无论如何 你现在看到很多学校 有住校的戏剧家都有 我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但那时 我可以说我启蒙老师 我反而是一个和宗教拉上关系 就是佛旦 佛旦要做一个关于佛祖得道的话剧 你是佛教中学 我佛教中学 佛教王鳳凌 我估计也是佛教 那时做一个佛祖得道的话剧 我那个中史科的老师 他要负责这件事 他又问我有没有兴趣 他当时是很喜欢的 就帮他忙 其实是一脚剧的 有什么剧舞 有个角色客串很开心 在大胡堂剧院 大胡堂剧院做 因为是佛旦的慶祝活动 那时开始 我觉得他很好 他又给予机会发挥 譬如有些道具 我还记得其中的魔鬼出来 骚扰佛祖 有一个石头 魔鬼一揮手的石头 就爆 要我想一下 那时便会发泡膠 然后先批了它 然后再贴上去 一刻拍了整个垃圾出来 然后又有 那些都是我做的 发泡膠很轻 怎样呢 怎样做到呢 老师提到 你自己想想 放些东西在里面 发泡膠是两个 例如像打电脑打印机的两盒合 中间会放些什么 放些机罐罐头 我提议 事后大家有得慶功吃 但当时 我觉得老师 又很肯支持我们 这样去想 大家落手落脚做 那时开始有个兴趣 之后在中文学会 有班师兄 搞话剧 那就搞吧 但最初 都只是在学校礼堂 都做 始终是几十年前 不像现在 那些学校都租正式的场地做 没有的 是学校礼堂做 然后就自己写剧本 大胆 因为那时始终接触到 正统的戏剧 不是那么多 所以自己写 通常都是写一些 偵探剧 因为会吸引一些 我记得有时候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学生 会问起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话剧 都是出于反叛 出于反叛 因为那时 学校始终 我们有机会演出 对着几百的同学在做 做一些平时在课室 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譬如 衰衰地走路 反派 很开心 又拖一下女同学手 这些角色是很反叛 觉得虚荣 凌鸽在其他同学上 真的要去到大学 入大学剧社的时候 有些师兄才啟發我 接触戏剧 正认识式去 不敢说是鑽研 接触多些 认识多些 这样一直做下去 中大那个剧是剧社的 那时已经有了 中大很有趣的 讲笑地说 中大有四个剧社 因为那时未有 《日夫书院》 《联合新亚》 《崇基》三个剧社 另外三个剧社 派成立中大剧社 我经常说 陈年历史时 讲笑 中大剧社是我搞的 因为那时是这样 每个剧社 派两个干事 代表 成立一个中大剧社的干事会 很多时候大家固住 搞自己剧社的事 中大剧社 就几乎虚设 所谓中大剧社的会员 就是属下那三个 书院剧社的社员 就自动成为会员 但你每年 通常只搞到一个周年演出 中大剧社的周年演出 但都已经是大家 挂着做自己剧社里面的 譬如参加我们书院里面的 自己的画剧比赛 或者跟外面的接触 就疏懒了中大剧社里面的 剧社的社务 最终我自己很坏 那时候我做主席 但既然大家都 放不到时间精力 人力物力 不如解散了 是我提议 就是我那一年 大家真的 将中大剧社 俗语所说 暂时接一会 现在有回 我知道现在有回 但说起上 我觉得自己 小小中大剧社那些 不光彩的历史 是我自己 随随地一首组成 但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是合理的 起码当时 几个书院剧社的同学 代表都会觉得 不如大家先搞好自己的剧社 暂时等中大剧社休息一下 最齐心就是那一次 是 是 那接着呢 你怎样 出来了 很有趣 出来了 我大学毕业没有报过几份工 报了几间学校教书 是很流行的 我那个年代 80年代大学毕业都喜欢教书 我自己另外见到 康乐及文化 那时候不是叫康乐及文化事务处 叫做市政总庄文化组 请一些叫作艺术座漓经理 是做艺术经理的 做艺术行政 我很有兴趣 完全是自己的兴趣 那去申请 那又快要请我 那时就很幸運 那还要称到 我自己觉得好幸运 上班就是 起哎 是 其说原來市政总庄文化组 有很多的 包括場地的管理 也有做一些 只是去接合外國來的藝團 演出又有 有很多不同類型 在街邊做一些魔術 大戲 中樂的又有 但我派了去藝團辦事處 就是接觸到香港話的團 香港舞蹈團 因為那時藝團辦事處有四個藝團 還有香港中樂團 一個香港合唱團 我有機緣的關係 在那裏做了好幾年 這四個藝團的行政工作 或者製作上的工作 我也有參與過 擴闊了我很多視野 也接觸了很多藝術行政上的東西 你去的時候 他們成立了不久嗎 很久了 但可以說是他們發展的高峰期 因為我沒有記錯 中樂團和畫劇團 是七十年代尾 七七七 七七 是 七七七 成立的 我去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年代中了 但開始又無有益 發展得不錯 我想一下 我有幫過楊世鵬博士 陳文怡博士 陳文怡博士 傾尚有些不再說 傾尚我讀書的時候已經看畫劇團的演出 眼前一亮 非常仰慕 那時候去到藝團 有機會跟他們合作 看到一些很仰慕的畫劇演員 就是歐家文 林尚武 羅半蘭 周志輝那些 簡直是不願意回家 日後又做行政的事 晚上有機會 有時候也有需要 看他們排練 只不過是很心癢 沒有機會跟他們一齊同台做 但不行 因為工作的關係 人家是專業的演員 你只不過是一個藝術行政的人 你不可能跟他們同台演出 但就很羨慕 你在畫劇團那裡做了多久 頭頭尾尾 有五六年 整個藝團辦事團 我有做過舞蹈團 又有做過 中學團的時間很短 中學團 畫劇團前後做了三四年 畫劇團出過一本 那時候也有見回我的名字 他們用我們叫巴刷 這個同事在這裏做了多久 有條線 見回自己的線一段時間 都做過好幾個製作的 我們不叫監製 現在他們叫監製 就是執行監製 那時我們叫行政 比如人間有情 哈陸戲班 那時那些威尼斯商人 完全有份參與的 自己做得開心的 我們當時所謂行政旗 名字是監製 其實就是監製 編制上其實是監製 我們通常一組裏有三個同事 副經理 助理經理 三個同事 大家輪流 這個製作你做監製 我幫你做宣傳 因為工作量比較重 然後我做監製的時候 他幫我做宣傳 打監製輪流 上面就有一個小組的負責人 好像今天KB是陳健斌 華記團的行政總監 但我們實際下手下腳去統籌製作 編排排練時間表 投標報警服裝 有一個就是主力 另外有兩個都要幫助 是這樣的做法 很多事情做得來 但又會很開心 因為很多事情可以碰到 是好玩的 說出來是一個閒話 一個好笑的笑話 就是我以前有壞習慣 吸煙的 是華記團幫了我沒有吸煙 原因就是 我自己想 那時候的想法 這個不是很對的想法 就是以為想事 做事 要思考的時候 有支煙 但是在華記團的時候工作很忙 自己的興趣就在那裏 專注到 包煙放在寫字台的櫃桶 放在那裏發了個帽子 有一天放在櫃桶 看到我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卸助這件事 心理上都不需要 那就沒有吸煙了 可想而知那時工作是忙的 工作量都是重的 但是有個興趣在那裏 到現在都是的 很多時候跟人說起 如果你想參與一個製作也好 無論你做演員也好 做製作上的統籌行政也好 如果你不喜歡那樣工作 你不喜歡那個製作 簡單來說 你真的不如不要做 你會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東西又多 特別有很多時候有很多 我們叫危機管理的 突然間有些問題爆出來 你就要解決 如果你是怕這件事的話 真的是一種苦差 沒錯 又要多買很多包煙 是 幸運而已 但當時你這麼喜歡大 也很辛苦 因為你看著那群偶像在製作戲 你又擦求之不得 雞老子最反則 我又來參與業餘劇社 到現在已經不活躍了 第四線劇社 我又在業餘劇社裏做演員 也有幫他們所謂利用我在職業上的長處 也有幫他們做一些製作 或者是策劃演出的工作 幫他們業餘劇社 因為始終在藝團的角度 即是在畫劇團或者市政總署的角度 他不可能被你永遠在這裏做 一來你可能要調職 所謂career posting 即是方便你日日的晉升 你會調配 所以我離開了畫劇團之後 倒過來多集中在業餘劇社上接觸戲劇 正式的工作 只不過是去做了一些 我自己認為不是那麼大的興趣 譬如我剛才說過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範疇 譬如我做過場地的管理 香港體育館 一二三八體育館 牛池灣民喻中心 有做過一些娛樂事務組的 中秋彩燈會 尚圓花燈節 那些都有做過 但興趣不在那裏 正正如我剛才說的 放了工作之後去參加預餘劇社 是我自己最開心的 精彩的部分 日休息或輪班工作的時候 做過一些工作 就覺得不是有興趣 有時覺得有些是為了打份工 那種感覺 但都需要的 我們要溫飽了肚子才去 到現在我說 好在這麼多年來 工作了這麼多年 到今時今日 我接觸的 大部分工作上接觸的 都是跟我興趣有關的 就算不是直接做製作 做演員 都是跟演藝文化 表演文化有關的 所以做得開心的 那你真的開始做戲 其實你做了很久的演員 真的做演員是何時開始的 中學的時候也有開始做 如果當作職業性的演出 就是不算客串的 事後我也有回過 香港玩樂團做南海十三郎 客串我 另外有一個時期 跟春天做過好幾個 因為春天大展拳腳的時期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春天自己主辦的南海十三郎 人間友情 梁竹 劍雪浮生 那些 那些做了很多 我記得 你提過有一個 是你續大學的時候做的 很多猛人參加 那一個就是 現在講回歷史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因為我剛才講過中文大學 代表中大劇社 參加大專器劇節 現在好像沒有 現在有但不是這樣比賽的形式 我記得當時評判還有 King Sir也是評判 還有其他好幾位 學文梅博士 幾個不同的 我不太肯定是哪一位 King Sir一定是 因為他有給意見 李煥華老師 我代表中大 就參加大專器劇節 其他 這樣講起 浸會有什麼代表呢 鄭丹瑞 魏秉郎 李煥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 但如果讀演藝的同學應該知道 李煥就是演藝學院 方藝學院裏面 教舞台管理的 亦都是幫海口劇團做很多 舞台管理的 李煥那些 港大是哪一位呢 陳志雲 Steven 原來我們這班 今天大家可能會比較 他們都是一些藝人 或者知名人士 那時候大家都是讀書 的時候已經被話劇 心心地拉著我們 之後我都有機會 和陳志雲和Steven 一起做過話劇的演出 同胎 大家做演員 他都很喜歡做戲 其實他很喜歡做戲 但做得好沒有 好 他是好 他就 外形這麼說 我知道他不會介意 他當時比較豐滿一些 所以少了一些主角的戲 當然我相信他自己在港大劇社 或者他自己出電參加其他製作 他都一定要做過很多主角的戲 你剛才說的南海十三郎 太史公 我初初印象中太史公實在太令人記得這件事 所以我常以為話劇團的南海十三郎太史公也是你 不是 因為南海十三郎的版本我做過好幾個 譬如在話劇團的時候 話劇團還有重演過 在話劇團的時候我主要是做視覺先 話劇團的時候 後來春天再主辦南海十三郎的時候 我就做太史公和視覺先AB組的演員 那時候和梁天 天叔 大家做AB組的太史公 和梁漢威 做視覺先AB組 所以有時候他們有另外工作上面的安排 威哥沒空的時候我就做視覺先 天叔沒空的時候我就做太史公 講起那時候試過有一次排練的時候 練排 由頭排到尾聲 剛巧威哥和天叔都有工作排不到 因為有一場是太史公見視覺先 你自己講演的台詞呢 我可以講他的台詞 這樣令我連排做到嗎 這些講演的笑話 不是演出那天 演出不可能這樣 太史公也是我自己喜歡的角色 因為事實上 杜國威他寫戲有好技巧也很好 有時短短一場戲幾分鐘 但他就另兩個角色 譬如太史公和兒子的關係 那場去到最後十三郎瘋了 帶了一個下棋 他在一些很輕的地方 即台詞上面比較輕鬆 有些笑料的地方 同時可以帶出兩個人的關係 觀眾可能一邊覺得很有趣 很有笑 但他就說是一個演員 因為你在那個角色裡 你是感覺到你和那個角色產生的關係 真的有父子那種感覺 摸著兒子的頭 那種感動來的 就觸動到你自己裡面的心靈 我自己是好 很享受 那你當時的視覺先 其實你是離開了《話記團》 離開了 黑轉型再回去做 那你除了這個戲 大家特別記得你 還有哪幾個戲你自己特別喜歡 我自己喜歡的是 剛剛今年三月做完的 《教我如何不愛巴》 一個翻譯劇 因為他是說一個頑固的爸爸 即是和兒子之間的一些衝突 一些生活上的衝突 老實說 我想大家年輕的時候 很多都和家人 和上一代有些代溝 有些不多不少 我自己是比較多 和上一代 很擅長 很深的感受 在演出的時候 那些眼淚是真的來的 你自己怎樣 因為你一失控 你又掌握不到角色 是吧 是 也是難的 所以那個戲我自己 是最 感受是最深 尤其是 今年三月又再重演過一次的時候 就更加開心 還有看完之後 觀眾就會跟你說 我很開心 因為很講到我 我要回去反思 我和家人的關係 我會介紹別人來看 你會自己覺得 做到那件事 傳達到那些訊息 真是一個很成功的感覺 好 你會否重演 希望 因為我知 現在八月會再重演 但是今次 時間配合上 我做不到 但是 可以說我自己想 有機會再做的 也是這個戲 好 那我們今集 要講到這裡 很快出去 很快的 很快的 再來過 你再請我又再來 我當然請你 你記住你 好 下個星期 下星期再跟阿斌聊天 拜拜